朋友们大家好,我是Chris Liu 最近很多国内的网友问美国这个物价现在是怎么样的 现在市场还是便宜了点,咱们自己来看看吧 这是我在沃尔玛超市 买这个玉米,五毛钱一个玉米棒子 还有那个类似汉堡的English Muffin 就是一种松饼夹的鸡蛋和肉的 这个11块9毛9,8个 那个胡萝卜是两块钱一袋 然后这个鹏化食品呢 现在3块9毛7这么一包 这个其实比以前贵了不少呢 这两年呢,东西其实长得挺厉害的 但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2,3月份呢 感觉有点降了,现在又上来了 这个雪碧啊什么的 这一个玻璃瓶都两块多 但是呢,你要买这么一大箱子一拉罐的呢 就六块多 这个以前我记得差不多也就四块多吧 还有这些小蛋糕什么的 现在都是六块多 反正菜和肉的这一块呢 感觉没有其他东西长得多了 但是呢,比之前也是长了不少的 你像这个青椒啊什么的 这一个大的这个叫什么 灯笼椒 一块四毛八 这是一个 以前呢,大概就是八毛七毛这样子 或者是九毛 这些东西呢,其实还可以 现在比较难弄的就是车 一般呢,说你想买个车什么的都在排队 排个八个月什么的 而且呢,比以前都贵很多 这个以前呢,还能经常给你打个折什么的 现在都不行了 这个是大长条的面包 这个玩意儿呢,就是老美的主食了 这个就跟咱那个米饭馒头是一样的 四块多这么一大条 还有你看这个牌子呢,叫冰宝嘛 这个咱国内也有 大概就是四块多这么一条 以前呢,基本上就是两块多 还有这些冷冻的披萨什么的 这个三块九毛八 这些基本上还行 都没怎么变过 另外呢,在外面的饭店里去吃饭呢 基本上是19年那时候的两倍 这个烤鸡总是实惠的 6.97 这个之前呢,就是大概五块多 反正也涨了 所以呢,就看看今年能不能降下来吧 现在就大概这样的情况 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